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 讲一个好玩的事啊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 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啊 就是那女的 之前的说俄罗斯必须转身啊 或者是转向360度啊 其实这是一个蹦床上的一个词汇嘛 转体360度嘛 对吧 他之前是个蹦床运动员啊 他呢 蹦低的 我想他那个蹦低的这种形态呢 应该会比芬兰的小美女桑纳玛林又好一点 这个事呢又不是笑话 为什么又不是笑话呢 因为这是德国外长啊 这是啊 德国毕竟是一个一等一的工业国 现在可能二流了啊 但是之前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德国 那可真是老大呀 当年德皇威廉二世刚继位的时候 不出现了这个义和团运动吗 当时德皇给他这个出征 出征这个谁 这出征大清的这个元帅瓦德西这么说的 让这帮脑袋 让这帮黄毛啊 让他们享受一下匈奴人的厉害 因为德国人自己以自己是匈奴人 Hans那个自居嘛 当时德皇威廉二世把这个机会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就是说弘扬这个德国这种民族精神这么一个机遇 然后呢 去传播文明 他们去传播文明去了 当时德国是这个 特别特别的壮 今天呢 看着贝尔伯克呢 这个骚样呢 也没有办法 当然了 他这个他这个人嘛 挺不错的 跟我年龄就差不多 说实在的有点喜欢他 真的 真的有点 真有点喜欢他 毕竟人老妖婆 南西佩洛西 越来越老了 现在马上变成老巫婆了 你说这咋整 没办法 所以呢 你看啊 秦刚会见了德国外长 然后呢 中国这边这么说的 中国这边啊 外交部在这个微博上这么说的 说呢 中德呢 是重要伙伴 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双方保持密切高层来往 加强经贸合作 然后一大堆 一大堆呢 然后这边也说了 贝尔伯克说呢 德国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那这个不坚持不行 然后呢 愿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深化人文交流 然后呢 注意到中方优化 调整了防控措施 双方人民来往 更加便利 尽早的访问中国 烂七八糟的 然后呢 重视中方关于解决 乌克兰问题的十二点主张 这是这个 这个是中国这边的报道 中国这边的报道 你看看德国大使馆 怎么说的 德国大使馆这么说的 说啊 在德里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前 德国外长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会见了中国外长秦刚 乌克兰局势 是首次会晤的重点 鉴于乌克兰残忍的侵略 和联合国宪章的践踏 保持中立 就相当于对侵略者的支持 这我有什么感觉 当着秦刚面 你怎么说的 啊 你就这么说的 这么说的 你这是一个表态 这个表态在我眼里呢 跟放屁没什么两样 放屁没什么两样 他就装A和C之间的东西 跟这个谁啊 跟这个我们推特上那些润人 啊 就是推特上那些二臂铅笔 没啥两样啊 你这种 你这种就是说 你啊 吹胡子瞪眼的 说那个 德皇威廉二世当年 毕竟大清 大清谁谁谁的谁 见着都想把他摁的揍 摁的揍一顿 所以呢 没啥没没啥事 你过去了 你可以说传播文明去了 现在 现在你这个样 你还传播文明呢 啊 你还传播文明 就你这个 就你这个 你你现在都什么样了 啊 北溪二号 这个北溪的两条管道 竟然给折断了 折断了 你不敢在美国瞪眼 是不是 然后你的工厂 竟然掠夺了 当然了 中国也参与到 当中的行列 不是掠夺 这个不能叫掠夺 这个中国 如果他投资到中国 应该说是保护 保护美国 保护德国的工业 工业血脉 保护德国的这个产业链 啊 这个东西是呢 我替你保管 只不过呢 你到我这来投资了 哎 我替你保管 知道吧 你呢 看护不住 就这么一回事吗 那你就说 你就说 德国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们看到芬兰 我们看到瑞典 都会出现这些烂七八糟政客 到底是怎么搞的 我之前也说过 后现代主义 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表面上 你说刚才他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后现代的 你说他负责 说这个东西的负责任吗 他根本不负责任 什么保持中立 就是纵容侵略者 啊 保持中立 就是纵容侵略者 兄弟 那一大堆第三世界 都保持中立 都纵容侵略者 你这不是自觉于世界吗 你这不是自觉于世界吗 你以为西方都应该站对西方 西方占世界总人口不到12%啊 如果你想跟第三世界孤立 你孤立的最后是自己 你德国靠中国这么大一市场 中国现在 中国现在不产业升级 咱就说你靠这么大市场 你看怎么着 中国以后产业升级了 你在这块 你在这块待着 那你就自己掂量掂量自己的事吧 最近有人说 说德国在新疆建厂 说德国说新疆 没什么种族秘诀 我就要到新疆建厂 有人说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在新疆建厂 这个东西 其实就符合德国的 那个下一步的战略 他在新疆建厂是有原因的 他说那个可以远离中国 这个大市场 跟他没关系 可以那个什么 可以整个就是说 他在新疆建厂的目的 他一边可以供应中国这个市场 另外呢 可以供应他下一步 叫开拓的市场 就是中亚地区 就是中亚地区 他在新疆呢 他想搞什么呢 把新疆变成一个生产基地 和这个零件 这个供应的集散地 然后呢 他本身 从本土来的这些 这些配件呢 通过铁路到新疆 这块是最近的 他不需要进入到中国内地了 这样一来呢 也就是说 以后在新疆这块 他把这些东西 都给都给生产出来 生产出来 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内陆的 那就是中国那个 大的市场 他可以享受 然后整个中亚的市场 甚至包括印度的市场 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完全利用 他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德国呢 是在这点是有考量的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啊 就是中国一旦出现产业升级了 全面的产业升级了 对于德国来说 那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那你今天你搞这些东西 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有一个感觉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但是他为什么要搞 那这个东西呢 我得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这一点啊 就是说俄罗斯打乌克兰 就是大毛打二毛这个事 对于欧洲来说 其实对欧洲来说 是一个危机 同时呢 其实危险呢 比这个机遇要大很多 尤其是那个欧洲啊 这些年一直在宣传 一直在宣传 就是说 东边这是大毛熊啊 大毛熊又过来了 大毛熊又过来了呢 然后呢 威胁到欧洲了 是这么一回事 有人说是美国宣传 其实欧洲本地呢 也有这种反俄的情绪 而且尤其是欧洲的自由派 欧洲的自由派 当初创建了欧盟 欧洲联盟的职责是什么 首先一个是欧洲一体化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排除俄罗斯 或者苏联 当初为的是排除俄罗斯 苏联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达成的呢 1925年 1925年 整个欧洲 就这些支持欧洲一体化的 就计划说 我们要搞欧洲一体化 然后把苏联排除出去 后来就是俄罗斯排除出去 如果你要看到北约 当年成立了 北约成立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三个 北约成立的目的是三个 一个是限制德国 就是德国不要再发生世界大战了 第二个是针对苏联 第三个是共同防御 后来呢 苏联解体了之后呢 第三个是什么的 就针对什么的 就针对俄罗斯了 现在呢 他要搞北约全球化 北约全球化就等于说 我们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到全世界各地 这就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了 有点这个劲了 但是他现在有没有这实力呢 我们要画一个大问号嘛 所以贝尔伯克 他有这种思想 他说这个中立就是侵略 这乱七八糟的 他说这个东西呢 他是有渊源的 他是有 他是有这个 有这个背景的 如果你要看欧盟这个外交 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头 伯雷利 伯雷利不是说吗 欧洲是什么 欧洲是花园 其他地方是什么 其他地方是热带雨林吗 也就是说其他地方是不安全的 欧洲是安全的 现在不安全的 这只大松熊来自热带雨林 不知道热带雨林有没有棕熊啊 好像没有 热带雨林没有棕熊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从热带雨林里出了一只大松熊 出了一只大松熊过来了 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 这只大松熊过了 我们应该把拿猎枪把他给打死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棕熊过来了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我们我们从这里边看到呢 欧洲为什么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 没有独立自主 其实他不是没有独立自主 而是他完全独立自主的站在了美国这边 他站在了美国这边 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自己 他没有自己防御 他的防御力现在已经弱了 他没有能力防御自己的安全 保护自己的安全 他需要与美国绑定 他需要与美国绑定 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呢 他就那什么了 他就必须呢 跟美国合作来对抗着俄罗斯 来应对俄罗斯 这大毛熊一步一步的过来 往他身上爬 那就那就不好办了嘛 这就是为什么 但是美国呢 会要趁这个机会 扩大自己的利益 然后呢 美国说了 你德国你欧洲 在欧洲的这个能源问题上 在这能源问题上 高度依赖俄罗斯 你高度依赖俄罗斯 你就不能三心二意 你不能三心二意 那我就把北溪给你干掉 把北溪干掉之后 德国为什么 不跟美国翻脸 有人说是不敢翻脸 其实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是啥呢 德国呢 肯定是衡量过的 衡量过的 到底是这只大毛熊 跑到我家门口 这个威胁大呢 还是我对美国的这个 或者我对挪威的这个 或者对阿尔及利亚的这个 这个依赖 这个天然气的依赖 或者怎么着的 哪个威胁大 最后腾量了一下 最后是啥呢 俄罗斯这个威胁大 有他里边有这个东西 尤其是欧洲 这些自由主义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这些国家 在这个自由主义 在这个民主人权的 这个个人自由这方面呢 走的是比美国要远的 美国呢 他国内呢 有一些保守派 美国在国内呢 还有一些务实派 他在处理这些政治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呢 民主人权可以说一说 把它当成工具是可以的 但自己是不会相信的 欧洲这些人呢 真是相信这些东西 欧洲不管怎么着 他说了 西方革命源自于欧洲 第二是什么呢 他说欧洲这个地方啊 欧洲这个地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我们要避免这个两次世界大战 我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要想方设法的 然后推行个人自由 推行个人 推行自由的自由主义 推行这种民主 人权 平等的博爱 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欧洲精神 这也是欧洲一体化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在所谓的反对侵略上 反所谓的这个对民主人权 践踏着这方面 反对这些事上 要比美国走的远 要比美国走的极端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你无论是动物保护组织也好 无论是这个环境保护组织也好 欧洲永远是走在美国的前面 像比如说美国是不会出现一个 像类似环保小少女 通贝里这样的人 但是欧洲会出现这样的人 欧洲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德国 尤其是这个绿党 这个党魁 贝尔伯克 现在这个 现在是他的外长 跟秦刚会面的时候 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是说你不中立 你就是那什么 你就纵容侵略者 这是他有原因的 首先是他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 俄罗斯要过来了 俄罗斯要过来了 他感受到了威胁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他在民主 他在人权上那种定力 他在民主 人权上那种 就是说疯狂到狂热的那种程度 这一下子加起来 他要搞这事 第三个事 其实这里边 很多很多人不跟你讲 但是我要跟你讲是啥呢 德国想在文明上驯服中国 但是没有办法 其实这个东西西方媒体 为什么现在报道中国的事 有些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的目的是 他认为中国是最后的防线 他为人认为中国是最后的战场 The last frontier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用西方文明来驯服中国 中国必须接受西方文明的驯化 然后呢 他才可以支配中国的一切 那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人生了 这是西方一直想要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这些政客 尤其是自由主义者 在我眼里跟纳粹主义者 没什么两样 这些自由主义者 他会在比如说公共场合 讨论到中国问题的时候 他会说中国是威胁 他会说中国是这那那 但是在背地里 在聊聊天的时候 在背地里会谈的时候 在背后会谈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外交部上 发表的这些文件 和这个德国这个驻华大使 发表的东西有截然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情况 德国呢 他表现的是自己强硬 我要驯服中国 我要跟大家说 我要驯服中国 我正在驯服中国 中国是在说什么 中国在说两国有分歧 是有分歧 但是呢 我们具体谈了什么东西 我们具体谈了什么东西 我谈了这些东西 我们的目的还是合作 我们的目的还是投资 我们的目的还是这个 然后乌克兰问题也谈了 那再来呢 你会发现一个特别 就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干嘛呢 做给中国为什么这么做 中国我个人认为 中国是给第三世界看的 中国第三世界看什么 就是西方想驯化我 跟当年他们想驯化 驯化你们是一样的 但是我呢 干什么 我在为了 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共同 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去着想 所以呢 我跟他的所谓的这个模型 是不一样的 我跟他这个模态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一来呢 你到底怎么选择 你是选择一个想被 想驯化你们的殖民主义者呢 还是想对待你们平等 像平等一样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大国 你想要什么 那第三世界的选择很正常 他们经历过了殖民主义 尤其是纳米比亚 和这个卡麦隆这样的国家 经历过德国的大屠杀 这就是威廉二世时期的 大屠杀的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 在他们眼里 德国是一个恶魔 那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 我可以告诉你 他会毫不 毫不犹豫的会选择中国 那这个呢 中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呢 那你说贝尔伯克呢 这种事怎么办 他就是一个小爬虫 他就是一个小丑 能让普京转360度 就有点像之前 足写主席程序员一样 不是拍着手 转360度一样吗 就这么一小丑 他这种像欧洲现在的政治 像这样的小丑特别多 有时候你跟他聊呢 表面上聊一些东西 回去了就忘了 然后呢 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这个可以 你可以随便的表演 我给你表演的空间 我呢 自己发展自己的东西 你呢 就别想着了 你想着也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实力 就这么简单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